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记者宁海中洛亚采访报道 高官集体向党魁述职 分析中南海暗流涌动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延期未开 但案例三月初开的全国两会将至 在此背景下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等 向党魁习近平述职 专家认为 这种表中只是走形式 习借此加强对身边高官的政治监控 中共政局暗流涌动 据中共官媒2月26日报道 中共高官们近期向习近平做书面数值 数值的包括政治局常委在内的政治局委员 书记处书记 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全国政协党组成员 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党组书记 中共最高层按惯例一月 举行一次政治局会议 政治局常委会随时可以举行 但习近平在19大权力完全巩固后 增加了一个让他专门审阅身边大员工作表现的数值会议 根据官媒报道 中共政治局的高官们 首次向习近平书面数值是在2018年3月 这几年书面数值的时间分别是2021年2月、2022年2月、2023年3月以及2024年2月 中国问题专家王赫27日对大纪元分析说 2018年首次搞中央政治局委员向习近平数值 但是到2021年就把数值的范围 从政治局委员扩大到了中央书记处书记 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党组成员 还有最高法和最高检的党组书记 这表明习近平对最高层的官员都不放心 要加强政治控制 王赫还说 要高官给他个人做工作报告 是习在政治上控制他们的一种手段 而2019年公安部组建了特勤局 就是习从人身方面监控他们 习怕他们串联起来反弹 吕家华裔作家《圣雪2月27日》 则对大纪元表示 习近平要期常委向他做书面的数值报告 这种做法来自于他的帝王心态 有一种给官员批奏折的感觉 类似的也有其他的现象 比如说习近平曾坐龙椅 在开会的时候用古代帝王用的那种黄色的杯子 包括推广他的思想 他的语录 他就是把一种帝王的形态 和中共专制暴政的这种形态 结合在一起了 盛雪认为 所谓的数值或其他表中 只是走形势 两个维护就是维护习近平 他喜欢这套东西 虽然是非常费时间 费精力费资源的走形势 但是对他个人非常必要 他怀疑习近平有严重的心理精神疾病 盛雪表示 当年毛泽东将所有的权力 都集中到自己的手上 中国发生了一波一波的大灾难 包括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 现在习近平在这样做 可能重演几十年前的悲剧 2月26日的书面数值披露的具体内容不多 官方报道称 习近平对数值报告审阅并提出重要要求 强调 今年是中共建政75周年 要做到两个维护等等 而尽管经济下行严重 习近平还是要求各位大员们 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 盛雪表示 习近平特别喜欢听颂歌 所以官员只能对他说好话 否则官位难保 甚至招来杀身之祸 王赫说 习强迫为他背书 人人做政治表态 做得对的都是我习近平 失败了就是你们执行不好 但这一表面形势背后是暗流涌动 现状大家都看在眼里 谁都不傻 大家都在私下里活动 要搞习近平 所以这是表面上的服从 等待时机 最新这次数值汇报 还有个不寻常的政治背景 三中全会迟迟不能召开 有中央委员名义的秦刚和李尚福 先后被免外长和防长后 仍未获进一步处理 而对军内进行的大整肃 并未停息 王赫表示 现在官场怨气太大 这样下去 习近平可能做不了多长时间 现在中国形势很微妙 政局很脆弱 可能突然发生事变 盛雪也说 中共整体上陷入了一个困境 也找不到什么出路 结果就是对社会进行反复的折腾 但这种折腾 一定会波及到中共的统治本身 这期新闻 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